坐落一片綠油油稻田中的景觀建築 想看還以為是哪位皇宮貴族的新宮呢 但這是離礁溪市區最近的溫泉會館 光是住宿環境就有三大主題 快來看看房間吧 我們來玩這裡的館主林大哥 歡迎 一見面你就送我新花真紅嗎 我都臉紅了 唉唷 好浪漫喔 好啦 那林大哥一可沒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的這家那個會館 總共有三棟 前面那一棟的話是 這一棟的話是 然後還有一棟是 小白宮 小白宮 我名字取得都還滿酷的 那剛剛林大哥你有說這一間是Villa 那這一間是 跟其他棟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啊 最主要它有一個 一邊套的湯可以看到星星 還可以欣賞天野的風光 哇 我看到了 這個池水還有放的那個玫瑰花瓣耶 而且 你剛剛說就是可以一邊套一邊看星星的地方對不對 對 沒有錯 這個地方好多 而且 中間來了 看到了沒 紅酒鮮花 為什麼還有紅酒 太美女啊 也是為我準備的 不好意思啊 那你等一下陪我泡一邊嗎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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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我小開玩笑 好 那那個 大家可以再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還有其他的房型對不對 等一下帶你去看那個家庭房 家庭房 其他有小白宮 哦 小白宮裡的家庭房 好 那我們趕快過去 來 這邊請 好 來 這邊請 這裡就是林大哥你剛剛講的小白宮的家庭房 一走進來就看到好大的客廳 除了有專屬的客廳之外 還有家庭記憶的設備 哇 真的耶 一般在外面住宿很少可以看到 這麼專業的試廳設備 我看到 哇 你看 這主臥也太大了吧 拼菜去的大船 對 這連床都超大的 每個房間都有溫泉可以泡 既然都來到宜蘭 就是通常都會想吃點 就是這裡的在地美食 有沒有就是特別推薦 要吃美食的話 不用到外面 我們本身就有美食了 因為我們本身在做水潭 那些魚貨 布拉魚 小館 櫻花蝦 都具遺傳抓過來的 好 自己本身就在做那一地 非常的新鮮 來 這邊請 好 坐 這就是林大哥你剛剛提到了 你們的早餐嗎 對 我們的早餐是 Burvet的製造法 這些海鮮都有喔 對 都很新鮮 很拿外 那我現在馬上吃吃Cut囉 看起來就好扎實喔 很鮮甜喔 很鮮甜 而且一隻你都知道是新鮮的 因為不新鮮的魚卵 不會有那種甘甜味出現 好吃 再來 我要吃這個 我跟你說 這一盤 我最肖想的就是這一隻 哇塞 你可以看到 不過它裡面的肉就這麼長 好大尾喔 而且裡面 非常的飽滿耶 好好吃 它的那個Q度都還在 我覺得在這邊多好 你可以泡泡梅仁湯 還可以吃最新鮮的海鮮 這個是你在市區的飯店 絕對沒有的待遇 好 我們今天 非常謝謝我們林大哥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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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ape 好